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同学都认为女主嫁了一个好老公 可是女主却不这么认为 女主最近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男主生意也越做越大 还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 女主现在就住在那里 当初女主的父母给女主留下的房子 可女主直接把房子卖了 把卖房子的钱当做老公创业的资金 没想到男主真的成功了 女主出去接电话 她心思好像很重 小文这个时候去看女主 女主好像有什么事着急离开 之后女主就走了 男主带着女主来到了别墅 看他俩的表情有点不对劲 女主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抬头看了看窗户 就看到上面有一个鬼影 女主就说这个房子里有鬼 看女主的样子 并不是非常想在这里待下去 晚上阴风阵阵 女主在刷牙的时候感觉有点害怕 因为水龙头一直滴水 营造了一种很可怕的气氛 女主告诉男主自己不想待在这里 女主总是感觉这里有脏东西 男主直接生气的大喊 女主感觉城里太吵 空气不好 自己好不容易把城里的房子卖了 在乡下买了个别墅 可女主却想着要搬回去 这让男主无法接受 第二天女主去买东西 买完东西的她准备回到车里 却看见车里坐着一个鬼影 一下子把她吓了一跳 女主回家的时候钥匙丢了 没想到邻居给她送了过来 原来女主回家的时候给丢了 邻居正好给捡到了 就送了过来 邻居告诉女主 这个房子不干净 女主赶紧把自己的好朋友 小文叫了过来 还拿出了自己找到的那个照片 小文看到照片上的女人大吃一惊 照片上的女人是自己照顾的患者 小文把女主带到了医院 没想到患者看到女主就害怕的大喊 小文打算请几天假 陪陪女主 男主把女主和小文接到别墅里后 为他俩准备了晚餐 之后他接了一个电话 就说公司有事离开了 小文觉得男主和女主之间缺乏沟通 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误会 女主是在备孕期间 所以并不能喝太多酒 可是他偏偏那样做了 原来女主已经流产了 他在医院里检查 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有两个月了 可是没想到女主竟然看到男主在医院里勾引小护士 这可把女主气得够呛 女主就和男主争执了一番 结果女主不小心被推下了楼梯 一下子就流产了 小文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怀疑男主在撒谎 半夜的时候小文感觉房子里好像有人 他看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 结果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12点小文才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他们俩吃了饭 女主说男主想要把他弄死 他就可以得到财产 小文感觉女主的这种想法很危险 赶紧给男主聊天 想要和男主聊聊 可男主却说女主在撒谎 这半年以来 女主对男主疑神疑鬼的 还总以为男主会出轨 男主在这里买了房子 希望女主在这里养病 男主说女主得了被迫害妄想症 两个人聊了半天 紧接着就听到女主的尖叫声 上去之后看到女主被什么东西吓坏了一样 小文安慰完女主后 女主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小文带着女主去医院看病 医生皱了一下眉头说 没什么大事 然后就让女主住院观察两天再说 女主想让小文帮自己把枕头拿来 她睡得不舒服 小文到女主家后 就看到男主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了家里 小文骂了男主一阵 就抱着枕头离开了 她走的时候还顺便拿了女主床头的两瓶药 在医院里看到女主 小文并不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因为女主再也经不起任何事情的打击了 照顾女主睡了觉之后 小文吃了一个女主的药 竟然发现不对劲 就让一个医生看了看它是什么药 结果医生说 这是一种致幻药物 小文就怀疑男主准备害死女主 就在小文准备去医院看女主的时候 护士告诉小文 女主已经走了 还是男主把女主给接走的 小文赶紧打地跑到女主家 却看到男主从楼上跳了下去 警察来到女主家里调查 女主住院了 恢复了一段时间后 很快就能出院了 小文在帮助女主打扫家里的时候 忽然收到一个调查男主财产资料的包裹 小文总感觉事情有问题 就是相框的问题 小文的患者见到女主 总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和老公 原来是女主抢走了患者的相框 所以患者才那么疯 男主的死也是女主策划的 最后女主被警察带走了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